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孫雲在土星園小朋友 以及大概將近五年的吳老師 吳嘉吳老師 今天其實都很難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我覺得今天你們大家都很棒 有了 謝謝 謝謝 因為其實當初 我們知道要有這個演出的時候 大概剩下不到 差不多三個月左右而已 那要再讓這些小朋友 可以在三個月內就練習這麼多的學生 其實非常的不容易 因為他們有時候如果因為壓力大的話 其實情緒上會有蠻多的反應 其實像剛剛我們在彩排的時候 就有一些小朋友 情緒情緒會比較激動 那我們必須要常常一直按著看 再來就是他們有很多都已經 就是退化了很多了 然後其實也沒有辦法看 不是小朋友很努力而降 家長們也非常非常的努力 因為都每一位家長都年紀已經非常大 可是都需要一個音一個音 慢慢的陪伴的小朋友把它打出來 他們沒有辦法看 我就只能用背的 那就是用一句一句 把他們的音都給連出來 背在腦袋裡面 那不容易的除了說把音打出來這個問題而已 還有就是因為每一個人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你要讓他們在同一個速度裡面 合奏這樣子的曲子也相當的不容易 所以其實今天這樣整場下來 我覺得當老師的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動 那像最後唱歌的部分也是 其實他們不認識字 要一字一字的唸給他聽 然後他一字用看你的嘴型跟發音把它記下來 然後有一些東西如果他不知道他 他其實不知道那些字的意思 你要慢慢解釋給他聽 讓他把這些字句給記下來 還有旋律 他們也讓我成長很多 因為雖然我是音樂老師 可是我不太唱歌了 我為了他們學了唱歌 學了烏克麗麗 我的主修 主修的樂器是大節樂 江老師也是我的老師 對 所以呢 我覺得今天這樣整場下來 真的還滿感謝大家的麗麗麗麗 感謝大家給他們的一個 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支持跟鼓勵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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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師 謝謝你們先生 喜歡的老師 我們剛剛不斷談的老婆 我們今天這邊的老師 又有他能做到 因為小朋友真的 他們要那麼整齊做出來 其實真的不容易 家長都很辛苦 等一下 什麼時候開始 就是你們要起來動不動 每個人都要走去那裡 走去那裡 però走到那裡 以後我們才要開始下班場 這樣子吧 起來動一下 等一下 四 現在幾點 起來動一下 我好 我們下一個我們才會開始 開始走動 起立